不交 欢迎各位的到来 这部影片是由导演陈思成见真 改编自前苏联电影为单身害设下的陷阱 讲述了主人公何飞的妻子李木子 在结婚周年旅行当中离奇消失 随着调查的深入 更多的谜团慢慢浮现的故事 没错 那这部影片呢 也将于端午道上映 敬请大家期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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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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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有欧妈营来到同场的电影嘉宾 当时本届新铁掌广片单元 听伟会主席焦雄平 听伟张大蕾和罗特耶姆斯 感谢各位对于我们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支持 中国台湾制片人监制编剧焦雄平 曾经监制的作品包括香港情怀、暗湘、动、幻影界 今年来年在中国大陆参与电影就说 比如说看见少年、上海王等等 是个保罗·卫维福斯担任多个奖项 首席动画师 其作品和对付家人获得第三十届 这个作品包括香港情怀、暗湘、动、幻影界 在这边上边上海 这边上海 这边上海 首席动画师 红布片房大卖 红布片房大卖 红布洋 主演张佑浩 特别出演黄晓宁 欢迎各位到来 欢迎来到采访区 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啊 筹备了四年 剧本改了有一年半 准备拍摄 那我们想问一下导演 这部电影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这部电影都是有很多挑战的 但是因为戏里边有些东西啊 大家是想象起来是挺困难的 比如说有一场戏啊 这个王晓明这个邀三师 就是全场奔跑 是在当时志愿军的真实记载 是14个小时72.5公里 这个日夜兼程的阵营 但是最困难的是 我们整个拍的过程中间 都是在奔跑的 不光机器是在用移动车 所有的演员 他们演的时候全部都是奔跑的 那这个是挺大的挑战 我们看到今天每一位都有一个徽章啊 是特别的设计吗 这个 我们让副总给我们说说 为什么今天大家都 集集整整带上了海棠花 今天这个海棠花呢 海棠花的花语就是由此此乡 那么我们这个海棠花的形状呢 又有和平哥的造型 所以想表达的是志愿军战士 他们对家园 对故土的眷恋 同时呢 也是想展现给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和平来的不易 那么我们要为和平呢 坚守和平 好 谢谢 谢谢各位给我们带来 这样一部可歌可继的主旋律作品 我们非常期待 好 谢谢各位 这边请 有请 我们共同期待着战争事实大片 志愿军雄兵出击的正式上映 这部电影呢 从时代背景 政治国异 朝鲜战场 外交舞台等等 多个为主 为我们全景式呈现了抗美人潮战争 立新中国国威 扬中国青年一起风发的新面貌 那抗美人潮啊 这是一次对水之战 当然这是一场立国之战 而这一战呢 也打下了世界大国的根基 那在此 我们要向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 让共同期待着志愿军雄兵出击的正式上映 要向伟大的梦 锈鹏 按钮 金志愿军尽 德文 金志愿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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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柳 好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到电影《巨齿沙2深渊》剧组 走上我们来的是出品人 华人文化集团公司副总裁 华人影业总裁东方邦工厂总裁应旭俊 导演的维特利 演员杰森·斯坦森